75岁老妇人走下公车 准备过马路要回家 才走出镜头外 下一秒老妇人遭撞飞倒在地上 肇事驾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拨打电话报案 另个角度当时耗制灯 已经从红灯转绿灯 白色轿车车主却没有马上起步 正当老太太横越马路 驾驶也突然移动车子 贪快急转撞上了老妇人 这起车祸事故 行人老妇人没有走白马线 轿车驾驶开车分心 又急转弯撞到人 事发地点在巷子口 现场划设红线 但是不少车辆是违规停车 当时这名肇事驾驶 疑似分心在车上做事情 当发现已经变换成绿灯的时候 她抢快起步 撞到了没有行走白马线的妇人 号制灯变换了 驾驶却过了好几秒才突然转弯 撞上了老人家 这一桩老太太送一后 伤重不致 开车别分心 巷口转弯更别贪快 一个没注意 害人一家无法团圆 自己良心也过不去 记者郭新洋受奖 新闻说的